《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這四個字 跟民進黨的歷史很有關係 我們很多的前輩 一生都在為公投而努力奮鬥 理想中的公民投票 需要建立在冷靜 理性的公共討論基礎上 不同的主張 應該要相互理解 彼此說服 我要告訴各位 台灣眼前的挑戰這麼多 年底的公投所涉及的議題 關係到台灣的能源轉型 關係到台灣的經貿佈局 以及我們民主發展的未來 我也要告訴各位 國家這麼重大的政策規劃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一定要保住國家整體的利益 要穩健 要平衡 公投所決定的 是攸關我們國家 未來的政策方向 我真的要拜託大家 理性思考 審慎決定 一起來為台灣做最好的決定 好不好 這次公投幾個提案中 核四的問題 我們的立場很明確 核四從1996年蓋到現在 手機都從黑金剛升級到iPhone 13 但是還是沒辦法啟用 最後封存起來的 也就是國民黨的馬英九總統 把他封存起來 核四的設計過時 建造過期 廠商已經解散 設備已經停產 他也位於危險的地震帶上 又臨近人口密集的雙北都會區 最重要的是 包括他所在的新北市在內 沒有任何一個縣市願意接受核廢料 有一市長說 沒辦法解決核廢料 沒資格用核電 朱立仁主席當新北市長的時候 甚至還說 只要他在任的一天 就不會讓核四運轉 重啟核四 預估要耗費十年以上的時間 而且需要巨額的投資 同樣的時間和投資 我們可以用在各種新型能源的開發 使得台灣的能源供應更安全 更符合未來的需求 大家說對不對 核四的每一台居主 預計的發電量是1.35GW 但是大家知道嗎 我們現在太陽光電 在白天尖峰的時間 就可以發4GW的電量 大概是一個核四基礎的三倍 現在 很多國際的大公司 都加入了R1-100 要買綠電 也就是承諾未來要使用 百分之百的再生人員 台灣的產品要出口 經濟要發展 想要爭取更多的外資 我們就必須跟上世界的潮流 全力來發展再生能源 大家說對不對 各位 經濟要穩定 要發展 能源政策不能反反覆覆 核四不安全 核廢料沒有地方放 這些問題解決不了 所以 重啟核四的這一張票 我們一定該不同意 大家說好不好 能源政策不能反覆 三接的問題也要好好來處理 剛才已經聽過鄭市長 跟我們解釋三接的來龍續脈 我們的天然氣 接收站 就在我們附近的大潭 它可以解決 南電北送的問題 也能夠取代南煤電廠 降低長期困擾中部 南部的空汙問題 另外 國際上現在大家都普遍接受的 淨零排放2050的目標 我們也需要用天然氣 來做過度的接軌 三接是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 所規劃的 當時完全沒有把藻礁保育納入考慮 我們執政之後 不僅將規模縮減九成 更和環保團體多次協商 協調出再外推的方案 經過多方的努力和溝通 我們負責任地提出了 經濟發展跟環境保護雙贏的方案 而以前的執政者 規劃的時候沒有關心過藻礁 現在需要用藻礁的這個意見 來拖累台灣的能源轉型 製造電力的缺口 所以 三接停建這個方案 這一題 我們也要蓋不同意 大家說對不對 至於美豬的問題 這是過去幾位總統都想解決 而解決不了的問題 已經嚴重地影響到台灣對外經貿的布局 從馬英九總統時代開始 開放符合國際標準的美牛 包括使用萊劑的美牛 已經九年了 剛才蘇院長也跟我們說 美牛進口從一年一萬八千噸 成長三倍到六萬四千噸 因為我們認真的檢驗 大家也吃得很放心 各位 牛肉進口可以認真檢驗 保障大家的健康 豬肉進口 我們當然也可以認真檢驗 來確保消費者的健康 大家說對不對 我還要跟大家補充 進一步的開放美豬 不會影響到我們豬農朋友 事實上這段期間以來 國內的豬價平穩 台灣的豬肉也走出口庭意的陰影 打開國際市場 我們已經準備好各種協助方案 來強化豬農的競爭力 不但不會受到進口的影響 反而會有更強的出口能量 大家說好不好 台灣跟美國的TIFA對話 已經停擺很久了 就是因為我們的努力 現在TIFA已經開始 重新恢復對話了 在這個對話裡面 我們可以把雙方在貿易上 很多的議題 我們可以動同來討論 我們也希望有一天水到渠成 我們能夠跟美國 來洽簽雙邊貿易自由協定 台灣也已經申請加入CPTPP 現在 就是台灣走向世界最關鍵的時刻 大家說對不對 要加入國際經貿組織 或者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我們必須要有解決困難貿易問題的決心 對外的經貿布局 我們才會得到國際的支持 大家說對不對 台灣要走向世界 被國際組織接受 或者跟貿易夥伴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我們就要把國際標準 當作自己的標準來看待 貿易有來有往 我們守住國家尊嚴 守住人民健康的前提下 適度的開放市場 台灣未來路路 才能走得更寬廣更遠 大家說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反美珠公投這張票 拜託 再拜託 為了我們國家整體的貿易佈局 這一張票 我們一定要投不同意 好不好 最後 是公投綁大選的問題 三年前大家記憶遊戲 開票開到半夜 很多民眾為了領票 開了好幾個小時的隊 甚至還有邊投票邊開票的情形 大家都還記得很清楚 我們把公投和大選分開 就是希望大家在做決定的時候 能夠更理性 讓公共政策的決定可以更周延 也不會被選舉的激情所影響 公共議題應該要好好地被討論 所以 公投綁大選的這一張票 我們一定要該不同意 好不好 最近 我看到很多人在討論 問這次的公投 哪一個政黨會議 我要告訴大家 公投沒有哪一個政黨輸贏的問題 公投的結果 只有對臺灣未來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的問題 這四大公投案 攸關國家前途 攸關所有臺灣人民的未來 我們要用最理性 最冷靜的態度 好好思考這一票怎麼投 最符合國家的需要 不要讓國家的未來 被政黨立意綁架 也不要讓國家的重大政策 被政治惡鬥犧牲 大家說好不好 所以 從今天開始 到12月18號 只剩下49天的時間 我要拜託所有的好朋友 想盡辦法 要努力去說服更多的人 放下政黨立場 理性思考 投出最符合臺灣整體國家利益的選擇 大家說好不好 尤其是我們的黨公職幹部 要把握所有的機會 不管是說明會 客廳會 拜廟 各種社團的聚會 我們要想盡辦法 把為什麼要支持四個不同意 好好地講給大家聽 好好的講給大家聽 基層面對面 臺灣更有力 大家說對不對 我也要拜託所有的好朋友 遇到對這次公投的議題 還不是很瞭解的朋友 或者是遇到不確定要怎麼投票的朋友 不要用講的 用Line 用Facebook 用我們所有能用的工具 來說服更多人 支持四個不同意 好不好 擴大社會力 臺灣 會更有力 我們要用我們手上的選票 讓12月18號成為重要的歷史時刻 讓大家記得這一天 臺灣人以理性的決定 讓臺灣的執見民主 寫下歷史上最新的一頁 大家說好不好 不要覺得說 不差你這票 有差 現在差的就是你這一票 更差的是你多拉一票 公投四張票 四個不同意 臺灣更有力 臺灣加油 大家加油 大家一起讓臺灣穩健前進 一起讓臺灣更加有力 好不好 四個不同意 臺灣更有力 臺灣加油 臺灣加油